小女孩突然发现 眼前的爷爷可能身份不一般 因为爷爷竟然有六本护照 虽然每张护照上的照片都不一样 可小女孩还是从中发现了端倪 她将所有护照放到一排 再遮住上下两边 竟发现所有护照上的眼睛 都跟爷爷的一模一样 就连爷爷自己都不知道 能同时拥有这么多国家护照的人 身份绝对不简单 可华叔却一点都想不起来 因为三年前的一次重伤昏迷 让她忘记了所有 只记得自己有一家古董店 自己每天都在这里维修 每天不是帮街坊邻里修东西 就是带着从福利院收养的孙女吃面 并且每次吃完都会带上一碗给流浪汉 因为这个流浪汉似乎是她唯一的朋友 但是这个老头却好像不是一般人 总是说些莫名其妙的话 用变天咯 没过多久 就突然来了一群不速之客 一帮混混要强行拆天 街坊邻里都被强行逼迫签字 都在这了 除了一个叫华叔的 少就份了什么呀 弄的 之后混混便故意刁难的危险华叔 直接拿出一个炸弹让他修 并声称修不好砸了他的垫 可没想到他三两下就修好 转身就递给了一个愣头青 笑话 看着马上结束的倒计时 这家伙立马怂了 赶紧将炸弹丢向一边 结果并没有爆炸 原来他虽然修好了炸弹 却拆除了里面的影线 混混感觉被耍卯修成怒 强行就要拆了他的古董店 华叔二话没说 转头就拿出一把手枪 立马就杀了出来 混混被这突如其来的枪声唬住 转眼就带着小弟跑个没影 华叔也很惊讶 没想到摆在自己古董店的宴里 竟能真的发出子弹 而同样感到惊讶的还有警察 因为他们不仅在华叔的古董店里 收出许多把枪 还找到许多陌生人的护照 最后好在他认识华叔 知道他是一个好人 就当是哪个捡破烂的卖给他当古董了 便将他放了 可只有他自己心里清楚 自己身上可能还背负着更大的秘密 而唯一知道真相的 可能也只有那个疯癫的老头了 老头一听就来了精神 他先是莫名其妙地给华叔披上一衣 然后拿起花法在他的身上来回浇水 要他一边淋雨一边吃着面 看着镜子里的自己 华叔似乎若有感觉 却没想到老头突然掏出一把手枪 然而还没等老头指向他 就被他本能的棋手反制 再看此时的华叔眼中充满杀鸡 哪里还是平日温和的维修工 随着老头的哈哈大笑 华叔这才发现 手中的手枪只不过是跟鸡腿罢了 可是这么迅捷的身手 明显是个训练有素的职业杀手 他有的反应 此时的华叔慌了 自己以前究竟是什么身份 到底有没有杀人 然而还没等他想明白 就被几个混混堵在了路上 因为白天的狼狈让他丢了面 晚上就又来找华叔麻烦 华叔只是愤怒地 看着眼前的混混不作声 混混头目见他满脸杀鸡 顿时来了脾气 狠狠地在他头上来了一拳 却没想到手指立马骨折 吃痛的他赶紧叫小弟们一起上 华叔顿时遭到几人的围殴 然而远处的老头 只是静静地看着默不作声 因为他想帮华叔找寻遗失的记忆 这一夜华叔被打得很惨 记者也通过医院报道了此事 而这一切都被一个神秘组织看到 神秘组织的黑客立马入侵了所有监控 找到了当晚的画面 组织老大立马就发现了他 而当华叔醒来 立马从医院跑回了他的古董殿 可就在他进去的同时 挖机突然放下 当众人发现时已为时已晚 一阵爆炸之后 华叔竟然安然无恙地走了出来 而在他身后的废墟之中 却诡异地出现了六具干尸 老人很快被带到了警局 经过法医检验 六具尸体的致命凶器 都是维修古董的工具 可让警方困惑的是 老人早已失忆多年 并不记得曾经杀过人 可警方却经过检查发现 老人的身上竟多达23处伤口 除了头部被打入钢钉以外 其余大部分为枪伤 试问这样的人 怎么可能只是个普通的维修工 面对这些案件的指控 老人也紧张起来 难道自己真的是个杀人犯 他不停地拿脑袋撞向墙壁 这一撞 还真让他回想起了 那个杀人律服务 可还没等他全部想起 就有个律师模样的人来找他 虽然他已经不认识眼前的男人 可他总感觉这人在哪里见过 并且肯定知道自己的过去 果然 男人很快说出了他的真实身份 他们原来都是一个 神秘组织的特工 专门帮警察打击犯罪的特殊组织 而华叔就是代号维林的最强特工 眼前之人是他从小带大的徒弟阿杰 阿杰称当初华叔被判了组织 结果被老大发现 为了掩盖真相 他灭了老大全家 随后又杀掉五名追杀他的特工 最终一名特工选择同归于尽才将他杀掉 却没想到华叔竟然没死 而自己这次就是亲自来杀他灭口 但在此之前华叔必须交出优盘 否则他就杀了他的孙女跟福利院的小孩 说完他便打开电脑 强烈的愤怒终于刺激了他的大脑 他终于想起自己是谁 原来自己的双手早已沾满鲜血 可为了解救自己的孙女 他不得不再次杀人 于是他故意激起其他犯人的愤怒 犯人们很快就将他打破了地 果然他的计划生效了 很快他就被送往医院 就在这时电路突然出现撞跑 而他这个零号特工也终将苏醒 当他挟持警察走到门外时 却发现警察早已将这里重重包围 危急时刻 一辆改装的大巴突然冲了进来 原来是那个流浪汉 只见他抛出许多烟雾弹 一时间烟雾漫天 华叔也趁机逃走 原来流浪汉竟是组织里的三号杀手 当年组织老大死后 阿杰明面上打着报仇的名义接管了组织 可暗地里却疯狂地铲除异己 而三号始终不相信是零号杀了老大 他一直想找华叔查明真相 没成想华叔竟被人打成重伤 于是他不仅伪造了零号已死的假象 还将他偷偷救了过来 本想着从他口中得知真相 可没想到华叔却失忆了 他们深知阿杰手握许多尖端装备 必定也在监视他们的行踪 于是两人便开始了营救计划 他们不仅不去福利院解救人质 反而跑到古董店 明目张胆地组装优盘 警察也似乎很配合地将他们包围 而不想优盘落入警察之手的阿杰 必定会调派许多杀手前来争夺 果然不出所料 杀手很快便跟了过来 他们利用无人机炸弹轰警察 一时之间警察惨叫连连 好在他们拿出一颗激光球 强大的干扰让无人机不攻自破 可还没等众人闯不起来 一顶无人中机枪又向他们喷射而来 巨大的威力让众人都抬不起头来 就在这危机关头 华叔驾驶铲车将重机枪缠倒在地 而他自己也因撞机晕了过去 等他醒来 却发现自己早已落入了阿杰的手中 而阿杰也终于说出实情 原来当初阿杰被判了组织 最终在华叔的请求下 老大不仅不杀他 还将装有阿杰证据的优盘烧毁 可华叔后来却发现优盘 进在自己的口袋里 等他再次回去时 却发现老大一家全被灭口 得知一切的华叔想要杀了眼前的徒弟 不料却被阿杰用刀给将手掌 钉在了桌上 并再次要他交出优盘 看到华叔将优盘放到桌上 阿杰想要伸手去拿 却被他用手铐扣了 当阿杰想用另一只手时 又被他用掌中的刀钉在了一起 就在这时华叔的手表突然亮起 在远处万米高空的无人轰炸机上 接到信号并发出一枚飞弹 正向着这里飞来 原来这一切都是华叔的计划 而此时警察也终于找到了这里 成功将孙女救走 眼看飞弹即将袭来 阿杰赶紧抽出断金四将手套切断 慌忙拿起优盘开车逃跑 他迫不及待地将优盘插入电脑 可他哪里知道 优盘才是飞弹攻击的目标 等他反应过来时 以为是已晚 多情不义的他也最终迎来飞弹的轰炸